给你们一点小贴士 如果你们要买礼品卡给自己用的话呢 千万不要买一张金额很大的 不然的话这张礼品卡会阴魂不散的跟你好久 Hello大家好我是Linda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一个开箱试穿的视频 我之前做了两个Shein的开箱试穿 第一个呢是极其悲剧 第二个好像好一点了 我觉得我现在在Shein上找到了 怎么样挑选产品的一些规律吧 或者是窍门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买的东西呢 我希望不要踩雷踩的太厉害吧 如果大家没有看过我之前的视频 或者不知道Shein是什么呢 它是一家非常便宜的服饰的网站 他们家其实不光有服饰的 我看还有什么家居用品啊什么之类的 那个网站其实跟我们淘宝一样 我觉得它进货渠道可能跟淘宝都差不多 它的质量啊什么的也有时候参差不齐 我可以把我上两个视频给大家练在下面 如果大家没看过可以去看一下 你就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了 总之他们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便宜 然后大部分呢 不是大部分应该全部都是中国制造 然后从中国运来的 这次我收到的东西还蛮快的 我也不知道是他们本地仓库运来的 还是从中国运来的 反正我记得过了几天就收到了 比原来快很多 因为他们网站东西经常 食物跟图片是完全不一样的嘛 有的人甚至说他们偷别人的图片了 所以食物跟图片差别很大 所以我们还是按照惯例 给大家做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对比 这次我下这单呢 也是因为上一次退了很多东西 所以我的礼品卡上面还有钱 所以我就又追加了一单 所以大家就不要再给我留言说 这个东西这么cheap呀 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对待自己 要买这么便宜的东西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吧 见仁见智 我有的时候也喜欢淘一点便宜的东西 我觉得只要你穿搭的合适 而且你本身气质也很好的话 你不管是穿地摊货 或者是穿好几万块钱的大牌的名牌 其实都一样的 你本身人的气质跟你穿多少钱的东西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 所以我觉得我买这些便宜货 我一点都不觉得丢人 如果你不喜欢看 你可以不看 OK 好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开箱吧 在开shean的包之前呢 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一个 因为上一次Zara的购物分享 没有给大家讲到 因为我是去Zara退东西 然后就看到这个东西 所以呢 就顺便说一下 我当时一看到这个包 我就特别喜欢 然后我拿到手上 在背上身以后 我觉得哇 真的好喜欢呀 首先它这颜色就是 今年很热的这种明黄色 很亮的一个黄色 然后呢 它这里又带着黑边 然后又很多拉链的东西 我觉得跟我的风格还是蛮像的 因为我平常的风格就是 稍微偏酷酷的一点的路线吧 所以我觉得虽然是一个小包 但是也能够跟我平时的穿搭风格很契合 另外呢 就是它虽然是个小包 但是我觉得这种水桶包还真的是挺能装东西的 它里面其实还蛮大的 其实水桶包也流行了好几年嘛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下手 一个是我觉得它没那么好看 另外一个就是 我觉得它可能不太实用 就装不了什么东西 而且是这种长条型的 我觉得好像用起来没有那么方便 但是这个包呢 我看到它的设计还有这个颜色 包括它这种黑边的设计 我就觉得很喜欢 我在上一个一一多穿的视频里面 最后一套衣服的时候有用到这一只包包 我觉得它虽然是一个很亮很强眼的颜色 但其实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难搭配 像我在那一套穿搭里面给大家示范的就是 全黑 然后搭一个这样很亮眼的包包 我觉得很出彩的 所以大家不要惧怕这种比较鲜艳的颜色 而且这个颜色今年也很流行嘛 所以如果大家不太敢买这种颜色的衣服 但是又想尝试一下这个流行趋势呢 可以从视频开始 不管是头饰啊 或者包包啊 或者是鞋子啊 可以从一个小面积的视频里的东西入手 还有一个链条 你可以这样的拿着 或者是把这个链条直接就这样搭了下来 这样拿着 或者是把链条背在身上 或者是鞋胯都可以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 现在应该还有卖吧 反正我会把链接链在下面 所以这个是ZARA的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正式的训练的开箱 上一次我开箱的时候啊 很多网友吐槽我说 我把包裹放在床上觉得很脏 但是我觉得这包裹没有那么脏啊 因为我摸的上面完全没有灰什么的 所以真的是你做什么都有人说 就没办法 我今天想赶快把这个视频做了 因为我下个礼拜会很忙 而且我下个礼拜有一个活动要参加 里面有一条裙子 我觉得还蛮适合参加那个活动的 所以我想赶快把这个开箱做了 那我第一件买的呢是一个白色的小吊带 就是一个基础款 我当时其实还挺犯触的 因为这种蕾丝啊什么的 很容易看上去很廉价 但是很真实的说 我有一点惊讶 它比我想象的都要好 我可以给大家拉近一下 看一下这个蕾丝 我觉得这个蕾丝做工还蛮好的 当然它是会有一些小箭头啊什么的 这个我倒是不那么介意 但是我觉得这个蕾丝让我很惊艳 就它是那种厚厚的 不是那种很薄的 看上去很cheap的那种蕾丝 我个人感觉还是蛮好的 这一件让我感觉蛮惊艳的 所以我也是挺期待上身看一下 它fit怎么样 这里面大部分都是S码的 我会把价钱和码数都给大家标上 然后把链接给大家放在下面 它就是有一点沙沙的这种 我觉得它可能会有点透 但是如果你穿一个 裸色的纹胸啊 应该还好 因为我本来也就是想拿它当内搭嘛 就很基础的一个款 然后它有两层下摆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件我真的很喜欢 最近很流行一套的这种西装套装 很多呢都是短裤的套装 所以这次我看到这一套呢 我觉得非常长草 因为它也不贵嘛 正好试一下 但我现在目测呢 它是非常非常透的 它是麻的材质 然后我这样看呢 几乎可以看到透过来的光线 所以我不知道穿上会怎么样 但是一会儿试一下吧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点透 所以这一点让我还挺失望的 而且颜色呢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鲜艳 当然我也不是想象的很鲜艳的颜色 但是跟我想象的有点不一样 反正到时候我们试一下吧 这一件就是它对应的西装外套 其实它薄啊 倒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这种我感觉本来就适合夏天穿的 所以太厚了呢 反而不好 但是因为它的薄 让我感觉到这个料子挺廉价的 大家肯定会说了 那么便宜你还想要什么 是我也知道很便宜 我只是把我自己看到的 很主观的东西反馈给大家而已 我并不是说我花了信念的价钱 我要Armani这样的西装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只是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这件衣服它到底怎么样 这里有一个扣子 是让你把袖子卷上去的 这个我不知道好还是不好 如果你要不把袖子卷上去 它这个扣子就一直在这里 所以我反而希望它这里没有这个扣子 当然我可能也是经常会把袖子 卷上去那么穿的 我买来也是想试一下这个时装元素 我前一阵子在Albercombe & Fitch 看到一件几乎一模一样 就是跟它很类似的西装 它也是一套的 也是有一个短裤搭在一起 那一套光西装就120刀 而且Albercombe & Fitch 也不是什么好牌子 所以我觉得真的不值 所以我就觉得很便宜的买一套试一下 看看自己喜不喜欢这个style 这就是那一套西装短裤了 我觉得它的style没什么问题 还挺好看的 但穿上身了就感觉还是有点廉价 我觉得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 主要是这个面料很薄 而且其他的做工也不是特别精细 其实以它的价钱来说还是可以的 就是你远看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但是近看的你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面料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现在有点拿不定主意 因为它确实我感觉会很凉快 很适合夏天穿 大家也可以给我提提意见 下半身呢 我给大家把这个衣服拿开 是这个样子的 比我想象的要短一些 所以可能不太适合办公室穿 而且我今天正好穿了一个黑色的内裤 我就给大家牺牲一下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里面的内裤 反正里面的内裤呢 是很容易透出来的 所以一定要穿裸色的内裤 不过我觉得穿了裸色的内裤 应该就不那么显了 但是它这个呢很短 然后又是这种榨开的 我觉得有可能会不太安全 所以我现在打不定主意了 大家就给我留言吧 这一件小雕袋呢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它确实是有一点点透 但是我今天穿了一个裸色的纹胸嘛 所以大家应该是看不太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它是这种有一点切进去的袖口 所以就让大家知道一下 所以如果大家不喜欢这一类的袖口跟领口呢 可能就不要选择它了 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而且这个蕾丝吊带比较高 所以如果大家不喜欢那种很低胸的蕾丝吊带 可以考虑一下这一件 如果你穿一件外套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领口还是蛮适合上班啊什么 都不会觉得太低胸 我之前有穿过一件低胸的蕾丝吊带 然后有人就骂我说 说我穿什么低胸啊 你到底是冷啊还是热 我就觉得现在的人真的有这么保守吗 你是哪个年代的人啊 当然我知道有很多人也不太喜欢低胸的吊带 所以这个高度我觉得还是很适合的 而且它的领口啊 袖口啊这一些地方 包括这个吊带啊 还有蕾丝的地方啊 我基本上挑不出一点毛病 唯一就是你不能用这样普通的蕾丝了 你可能要穿一个没有肩带的抹胸式的蕾丝 但是如果你外面本来就是要穿一件外套不脱掉的呢 也OK我觉得 所以这一件吊带我还是蛮喜欢的 下面这件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一条花花的裙子 其实我还没有一条类似于这样子的裙子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不是那种很淑女的感觉 所以呢 我很少买这种花的啊 带花边的啊 但是这一条裙子 我觉得反正在网上的图片 让我看的还蛮好看的 所以我就想试一下 它这个胸呢 有点低胸 所以呢我还得再看一下我是不是穿的很舒服 不过呢 总的来说这个质量吧 跟我想象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所以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OK这是这一条小裙子 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的 它fit也蛮好的 然后我比较担心的这个领口的地方 虽然它还蛮低胸的 但是我现在穿了一个普通的纹胸 它那个纹胸也一点都没有露出来 然后呢也觉得挺安全的 不会觉得一侧身啊 然后哪里都掉出来这种感觉 所以这边呢 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 而且这种领口呢 对我们这种大饼脸也非常的友善 就是会显得脸比较尖 然后这边比较有个拉长的感觉吧 所以这个还蛮好的 我其实不是特别习惯穿这种 比较低胸的领口 但是这一个呢 并没有让我感觉到很不安全 所以这件我还挺满意的 主要的问题就是 我觉得它好像不是我的风格 就是有点太小女生了 这种花边的裙摆呀 这一些 所以大家也可以给我提提意见 觉得这一件裙子要不要留 因为今年其实很流行 类似于这种款式的 而且我觉得如果有合适的场合穿呢 也应该有一条这样的裙子 总的来说 它的fit和质量 都没有什么要吐槽的地方 可以加一顶类似这样的帽子 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 所以这一件 大家也是给我留言吧 觉得是不是我的风格 应不应该留 下面呢就是一个大箱子了 不好意思啊 我还是得放在床上 因为我前面都是三脚架什么的 所以很不方便 所以如果你们看不惯的话 我很抱歉 这一件呢是一件T恤衫 也是一件还蛮基础的 但是它有一个小细节 我还蛮喜欢的 就是这个样子的 它是一件有一点斜肩的 然后这里有个肩带 如果大家有看过 我之前的试验的开箱试穿呢 我有给大家售过一件白色的T恤衫 应该在他家还卖的不错吧 一个款式 就是一个眼睫毛 然后一个嘴唇 这样子的 然后我经常穿那件衣服出去 都有人会说 你的T恤衫好cute啊 你好可爱啊什么的 经常会有人说 所以还蛮特别的 而且我也很喜欢那件T恤衫 所以呢 我看到这件黑色的 也是同样的设计 我就觉得挺长草的 而且它还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设计 所以我觉得跟我的风格也还蛮搭的 所以就买了这一件 它的质量还是蛮好的 比较厚 我不知道是不是纯棉的 但是它有很大的松紧性 我觉得里面是不是有点spandex之类的 是有3%的spandex 然后97%的底轮 所以它不是棉的 上一次我有说过 他们家基本上没有什么纯棉的东西 然后有人就很不开心的就说 这么便宜的东西 你还想要棉的吗 但我觉得棉的也不一定就贵吧 反正我也不知道 他们家确实没有很多棉的东西 Anyway 这件我还觉得是不错的 OK 这一件呢 嗯 我有一点犹豫 大家乍一看呢 觉得它还不错 我也觉得它还不错 但是 给大家拉近一点看一下 如果我把它侧过来 肩膀呢 很自然的是在这个部位 然后呢 这根肩带呢 就有点长了 应该再短一点就正好了 当然我也可以自己fix一下 但是 要不要这么麻烦呢 所以 这一点是我唯一 比较犹豫的地方 这个款式我还是蛮喜欢的 因为也比较符合我的风格嘛 就属于那种比较休闲酷酷的 但是 就是这个肩带的部分 我觉得有一点长 费得不是特别好 所以呢 我现在还在流域 大家给我留言吧 觉得我应该 把这件留下 然后自己稍微的把它缝一下 这个倒是也不难了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难度 但是就是值不值得的问题 这一款还蛮短的 大概就到这里 那这个我倒是不介意了 我觉得这款应该本来就是要扎进腰里的嘛 所以这个我倒是不太建议 就是肩带的问题 所以大家给我留言吧 好 接下来是一个饰品 我也没有什么顺序了 就拿到哪件 说哪件吧 这是一条丝巾 但是可能也是我没有把它的规格看得很详细 它是还蛮大的一条丝巾 其实我想的是那种小小的丝巾可以扎在脖子上这种 但是这件 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大呀 反正我再看一看吧 我觉得好像有点大 就比我想象的要大一些这一条 我以为是在稍微小一点的 但是我觉得这条丝巾呢 一个它是爆纹的 就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嘛 另外一个它有很多层 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的意思 比方说你把这一边露出来 那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款式 如果你把爆纹这一边露出来 它就是另外一个款式 就是我觉得会有很多变化吧 其实我之前有跟大家说 我很少这种丝巾的东西 但是自从做了苏明玉的仿妆之后呢 我突然觉得啊 这种小饰品其实也可以多拿来利用一下 而且可以拴在包上啊 或者是拴在你的脖子上啊 或者是拴在头发上 但是我的头其实是没有办法围这种丝巾的 因为我的头很扁嘛 所以就挂不住 如果扁头的同学应该能了解我的痛 但是可以扎个马蕾啊什么的 然后把它扎在后面 我觉得应该也还蛮好看的 所以它有很多可以穿搭的方法 然后这个丝巾呢 我觉得质量还蛮好的 是那种丝绸的感觉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丝绸了 但是我觉得质量啊什么的完全没有问题 OK这一件呢 是上一次试穿就有给大家售过的 但是那一件呢 很多人就说太大了 确实我那一件因为没马了 所以买的是大马 那这一次呢 其实我本来想买个中马的 但是他们家的东西啊 你头一天看还有那个马 第二天再去看就没那个马了 所以这一件呢 也是那个马一直就来回再变 我头一天看还有中马的 第二天我要下订单的时候就没有了 所以我只能选了小马的 但这一件本来就是那种宽松版的嘛 所以我希望它不会太小吧 反正我们一会儿来试一下吧 OK果然这个小号呢 就fit好了很多跟上一次比起来 我觉得上一次那个确实是有点大了 虽然这个也有可能缩水 但是我觉得反正注意一点吧 用冷水洗应该还好 我是一直都很喜欢这个款的 也很喜欢这个颜色 我觉得颜色非常特别 而且这个款式也非常特别 我还没有在别的地方见到过这种款式 虽然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它就是很多元素加在一起 就让它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常见的 这个领口专门做成这种开口的 就好像不好好穿衣服 好像穿着男朋友的衬衣特别大 然后你又不好好穿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是非常喜欢这一件的 所以这一件我应该也会留 上一次我给大家试穿以后 很多人也很喜欢 但是呢有的人就说太大了 还是换一件小的 所以这一次我就选择的是 就是我平常的size也就是小号 我觉得fit还是不错的 可以搭一只这样的包包 我觉得还挺酷的 或者是这样子 斜跨着都不错 所以这一件我也是非常满意 接下来是两个包包 这一类的包包 已经也流行了有一两年了吧 就是这种basket包包 就像一个篮子一样 我现在呢看我的包包里面啊 很少那种特别适合夏天穿的 比方说穿一个类似这种的 很夏天的小裙子啊 就没有什么包包可以搭 我的包包都是黑的呀 要不就是很大的包 要不就是很厚重的那种 就是那种皮包啊什么的 就觉得没有夏天的感觉 所以其实我也一直想买一个这样的包包 但是我又不想花很多钱去买 因为不知道它到底合不合适 因为确实是很不一样嘛 我觉得像这种硬壳的啊 可能也装不了什么东西 所以我不知道利用率会有多高 所以我觉得像 市验这种网站呢 也可以让你作为一个实验基地吧 就是如果你觉得一些很流行的东西 你拿不准 你可以先很便宜的在他们网站上买一个 试一下 如果要是你觉得利用率很高 然后很实用 你很喜欢这样的style 可以去再收一个质量比较好的 那这只呢我觉得 嗯质量也没有那么差了 就是也不能细看 但是没有人会扒着你的包包去看吧 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质量还是蛮不错的 就是摸上去也没有很多刺出来的东西啊 或者是很多断裂的地方会勾住你的衣服啊什么的 有一些了就是如果你真的仔细看的话 因为它是真正正正用那种藤条编织的嘛 但总的来说我觉得它质量还是蛮好的 它是一个这样的袋子 你就可以这样背或者斜跨都还蛮好的 就是不能这样提着 但是我觉得这种包应该本来就是这样跨的嘛 所以这个我也还挺满意的 今天的东西我觉得还基本上没有什么踩雷的 下面这个包呢 我也是非常期待的 因为我经常给大家做穿搭视频的时候 我发现有一些比较浅色的东西 我没有很浅色的包来搭 所以我就想找一个类似于白色的或者是乳白色的包 所以我就看到这一只 我觉得它反正图片上看的做工还蛮精细的 而且很有那种大牌的感觉 就是这一只包 因为这种形状的包呢 我通常都觉得有点过于淑女的 跟我的风格不是特别的搭 但是因为它有这一条的设计 有点西部牛仔的感觉 我觉得就多了一点点休闲吧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肩带 它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知道最近很流行这种很宽的肩带 虽然这个也不是特别的宽 但是有一点点那种感觉 最近好像Dior不是出了那个马银包 它就搭了一个很西部的一个风格的肩带嘛 那个可以另外买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件呢 就让我感觉到有一点点那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包包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肩带呢 你可以配一个你平常其他包包上的一个链条 很多包包那种链条都可以拆卸的 你随便拿一个别的把它挂上去也可以 而且它并不是纯白的 有时候纯白的我觉得也不太好搭 就有点太白了 以我下了这么多次订单的经验 他们家的包包做的还是品质不错的 就比较不容易踩雷吧 所以他们家的包包我确实很推荐 OK这里还是有一个饰品 但是它已经被压的 如果大家有这种经验的话 知道能够怎么样把这种粘毛帽子的形状 给它恢复一下呢 也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这个真的是一时半会儿 没有办法把它恢复 但是我就给大家这样示范一下吧 这件帽子质量还是可以的 我感觉 但是就是它运输的时候把这个上面的部分压了一下就很不好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 我怎么觉得感觉有点像DoSales的那个警察 一般来讲我还是挺喜欢这种宽颜的礼帽的 但是这一只我觉得好像形状有点不太好吧 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它这个地方压得过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 它这个帽子应该是再扁一点 它这个有点太大 然后有点太高了这块 因为我一直都想收一点这个颜色的粘毛帽 大家知道我很喜欢这种帽子 但是这一只除了它压得太厉害之外 我觉得这个形状好像也不是特别的 就有点有什么地方比较难受的感觉 是不是再往下带一带 会不会好一点 或者这样带 嗯 anyway这个如果能退的话 我可能会考虑把它退掉 反正大家给我留言吧 这个也要提醒大家一下 他们家的衣服基本上都能免费退换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视频呢 有一些视频是不能退的 可能也跟厂商有关系吧 我也不知道它具体的规则 它说的是腰带啊 腰包啊 视频啊什么的都不能退 上次我有要退一个腰带 但是不能退 但是我有几个钱包呢 就给退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 它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来的 anyway 这个我不太确定能不能退 但是目前来讲 可能第一个有点踩雷的吧 哦 这个小东西 嗯 我最近呢 看到很多人都弄这种罢卡 今年也是很流行 我买的一对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带珍珠的这种 其实我也知道我可能很不适合这种发卡 因为我本身就不是那种特别可爱疯的 淑女疯的 所以呢 我带这个发卡可能会很突兀 但是因为看到很多人都带 所以就比较长草 就想试一下 而且也不贵嘛 所以即使很难看呢 我也不心疼 我想呢 如果实在带不出门的话 我就拿它当平时化妆的时候卡一下 我看到有一个博主分享了一个小贴士啊 就是这一类的发卡呢 很多人都是直接这样 把它别在头上 就是小的那头在上面 大的这头在下面 他呢 就分享了一个小贴士 说你们可以把它反过来 就是大的那头在上面 然后小的那头在下面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就会可爱很多 有没有 我觉得还是蛮有用的一个小贴士的 当然我现在这样别 很丑了 就跟那个村姑一样 但是到时候可能把这个头发再多弄过来一点吧 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或者是两个叠在一起 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我会再好好研究一下 因为一般我别种发想是会挺傻的 但是反正两个三美刀 我觉得也不贵嘛 我知道一定会有人发弹幕说 在中国这样的东西两块钱可以买十个 OK我也知道 但是我不在中国 OK我所有买的东西都是以美金计算的 所以你这样的对比有意义吗 没有 下面这一条裙子 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想下个礼拜活动的时候 在那个party上穿的 就是这一条 但是我不知道fit怎么样 我真的希望 它跟图片上的感觉差不多吧 不要太失望才好 就是这样的一条裙子 跟刚才我给大家售的那条也差不多 但是呢 它这个花比较小 而且我很喜欢它这个袖口的地方 然后呢 又是高领的 我觉得 就稍微比较特别一点吧 腰部这块是有素腰 我们叫smocking 我也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然后底下呢是两层的这样一个裙子 所以 我觉得是蛮好看的 参加这种活动也是蛮适合的 质量呢 我目测觉得还是不错的 没有什么特别看着奇怪的地方 所以这一件我还是蛮期待的 OK 这一件裙子我是非常喜欢 我觉得跟照片上的效果差不多 真的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像刚才那一条花裙子就有点普通它的设计 但是这一条呢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所以如果我两者选一的话 我肯定是选这一条 我觉得这一条穿去那个party也是非常合适的 所以真的很喜欢它 我现在觉得这个包包还挺百搭的 我这几套应该都能搭得上 或者是我们换一个颜色比较亮一点的包包也可以 当然这个肩带是有点不合适 但是我完全可以从我别的包包上 卸下来一条银色的或者金色的 我觉得都挺合适的 就有一点点亮点 或者甚至是 我刚刚给大家看到的这个ZARA的这一个小包包 也挺好看的 这条裙子还是挺满意的 fit和做工都没有什么特别让我失望的地方 这个发型有点不太合适 我觉得这种高领的应该把头发扎起来 梳一个丸子头啊 或者是把头发绑上去这样 都挺好的 所以这条我真的还挺满意的 这一件呢 我有感觉可能不会穿的太多 但是因为它也是近两年流行了很久了嘛 就是这种背带裤 所以呢我想再买回来试一下 我原来有一条 但是基本上都不穿 所以呢又给清掉了 然后呢我又买了一条 但是这个它还蛮特别的 第一它的颜色我还蛮喜欢的 因为不是特别深的颜色 就很浅的颜色很适合夏天穿 另外呢就是它的杂线是在中间的 这里有一个分叉的地方 我觉得会很显得腿瘦 因为这种背带裤最怕的就是显得你整个人很没有形 上下的比例呢没有什么线条啊 就觉得整个人很臃肿 但是呢这一条我觉得应该还是不错的 我现在就是在祷告我能穿进去 因为我觉得看上去还蛮小的 因为牛仔裤它没松紧嘛 所以希望能够塞得进去吧 这条背带裤很可爱啊 我真的很喜欢 大家不要介意我的头发了 我就是随便扎了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整个搭配起来有多可爱 真的我特别喜欢它 就看上去很青春 感觉我要回到20岁的 真的我觉得背的也很好 没有任何好像太紧啊 或者太松啊 没有任何不合适的地方 我刚才还跟大家讲说怕塞不进去 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空间的 就你比我再胖一点也没关系 你也完全可以塞得进去 而且它这个裁剪 我觉得看上去还挺显瘦的 我很喜欢它中间开叉的地方 有很多人就是只掉一个袋子 我觉得这样也可以 就真的 我反正是没有任何不好的地方说它 我觉得我现在从试验上面选东西 是越来越有技巧了 越来越不会踩雷了 大家可以戴一顶草帽啊之类的 我觉得也挺可爱的 这样子 其实这样看来 我觉得这顶帽子还不错 还挺百搭的 所以这一条我肯定是会留了 真的非常不错 最后一个就是小东西 我刚才跟大家说 它有一些居家的东西 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不一定非得是服装和饰品 我就在他家的家用区吧 找到这个它是挂手机的一个东西 它就是有一个吸铁 然后你把这一块吸铁放在你的手机上 而且我有一个pop socket嘛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 然后刚好呢就可以放在这个上面 这个东西是可以活动的 所以我如果换了手机壳 我可以直接把这个pop socket拿下来 然后再贴在另外一个手机壳上就好了 我之前买过一个这样的东西 但是我发现一个错误 就是直接把这个磁铁 贴在那个手机壳上了 然后就拔不下来了 所以换了那个手机壳以后呢 就没法用了 所以我现在决定再买一个 然后把它贴在我的pop socket上面 虽然不怎么好看吧 因为它就是黑居居的一个东西 但其实我并不是特别介意了 所以这是买的最后一样 以上呢就是这次试验的开箱和试穿 外加买加袖和卖加袖的对比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次 我有没有继续踩雷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呢 希望可以多多的帮我点赞转发 一键三连 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I'm Nth Linda Y 在微博上跟我互动沟通 那我们这次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